过分的王哲宁直播间嘲讽郭爱伦 故意不打赵纪伟多管闲事 输球活该 哈喽大家好 我是凌晨四点洛杉矶 欢迎来到本期的罗争看球 本期的话题呢 我们聊聊随便 聊聊昨天晚上辽宁和上海的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呢 对于辽宁来说啊 确实呢 非常具有挑战 首先呢 辽宁排在联盟第一 上海排在联盟第二 如果这场比赛他们输了 将要浪出联盟第一的宝座 这场比赛呢 郭爱伦继续的缺证呢 对于辽宁来说 要想呢 拿下上海确实压力很大 但是呢 没有想到他们在上半场打得非常出色 在第三节啊 开起没多久啊 更是领先上海呢 21分 本想的这场比赛呢 这么轻松的就拿下了 但是呢 到了下半节 第三节的半下半节啊 就开始了风回路转 上海呢 也是依靠自己的防守啊 多次抢断 打出了自己的进攻的 感觉啊 最后呢 在第四节完成逆转 最终是102比100战胜的辽宁 顺给辽宁两年败 辽宁也是浪出了防守的位置 这场比赛呢 辽宁这方面呢 其实在大部分领先的情况下 他们呢 明显出现了松懈啊 在进攻端 防守端呢 上海依靠着内线双塔 很好的限制住了辽宁的 篮下进攻啊 还有呢 外线冲击篮下 所以呢 通过攻防两端的努力啊 上海是艰难的逆转了辽宁 对于上海队来说啊 确实呢 恭喜他们啊 这场比赛啊 拿到了胜利 并且拿到了联盟第一的宝座 但是在赛后呢 王泽宁的一段话呢 也是引起了球迷的乐意啊 也是让辽宁球迷愤怒啊 为什么这么说 当时呢 李天龙啊 他跟一位女性在直播 而他的直播环境是在更衣室内啊 相信呢 王泽宁还有其他队友 可能没有注意到李天龙的在直播 他们在谈论这场比赛 而也可以清晰的听到的王泽宁 说到一些话呢 他表示啊 国外伦这场比赛呢 故意不打 而且呢 赵继伟的多管闲事啊 这场比赛输了 活该 那等词啊 也是让辽宁球迷啊 听着非常的愤怒 因为呢 王泽宁和郭爱伦 还有呢 赵继伟啊 此前都是呢 国清队的啊 在目前呢 也是国家队的队友 没有想到呢 他在私下是这么啊 看郭爱伦的 论于郭爱伦呢 故意不打 可能是以球队的其他人有 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呢 故意不打 那么这场比赛呢 他们赢了 那就是呢 辽宁输球活该 这些词语呢 显然不应该从王泽宁的口中说出 毕竟呢 郭爱伦跟赵继伟 此前是他国家队的队友 即使呢 上海队拿下的这场比赛 但是呢 也要去尊重对手 不应该去嘲讽良云队 辱骂郭爱伦 还有呢啊 嘲讽赵继伟这些啊 对于王泽宁来说啊 他也算是呢 在网络啊 直播间呢 翻车了 他的一个人设呢 也是受到了影响 不少球迷也是呢 认为他 的人品有问题 那么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事件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